HELLO 大家好,我是陳麗農 今天呢,來跟大家聊聊天 那麼今天是我在上海隔離的第三天 但是這個點光大家看得到 點光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我真的找不到更好光鮮的地方了呢 好,那今天開始聊天之前呢,我們有BGM 我們BGM是什麼呢?大家猜一下 這個鐘聲 千萬星火 這首歌呢,叫做千萬星火 是我的公益歌曲 是為了致閉症兒童做的 這個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需要關愛的一些朋友們 對,那這首歌非常的溫馨溫暖 也希望大家喜歡這首歌 雖然說自己聊有點無聊 真希望有彈幕在下面留言啊 我可以知道我該說些什麼 不過就從我回家之前開始吧 原先計劃是去年的12月就要回台灣 要給自己放個假 因為連續忙了大概半年多 結果忽然聽到一個好消息 我有機會去到央視春晚表演 聽到這消息非常的激動 也非常的開心 我的團隊也非常的開心 因為出道三年 竟然有機會可以參加春晚這麼大型的這個活動 那我在收到通知的當下 也馬上跟團隊做出了決定 我們決定要等到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夠踏上這個 這麼夢幻的舞台的時候 再回台灣 那後來呢也順利的上了央視春晚 那麼我也把自己的假期延到了二月 二月多 所以我是二月多回到台灣隔離了 那隔離的時候其實還蠻 蠻迫不及待想要出去 原因是因為我的房間啊 旁邊有個窗戶 這個窗戶的風景非常的美 陽光非常的好 就是一種 世外桃花的感覺 但是遙不可及 你看得到卻碰不到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就是你看得見WiFi 訊號滿格 但是你卻沒有密碼 就是這種感覺 那我在裡面呢 呃 唱歌啊 玩遊戲啊 睡覺啊 然後偶爾拿出我的彈球桿 運一運啊 啊 真的是 擠死我了 那14天就過去了 呃 出關 不是出關 出去之後第一件事情 就是趕快去家裡 找媽媽 吃她做的飯 然後好好看看我的美寶跟太妃 之後呢 我就給自己放了個架 那麼我睡了好覺 然後 所有朋友出去玩 然後也跟媽媽一起出去 然後在家聊天 很開心 見了很多的家人 很多的朋友 都在台北 那 後來呢 我也回到了高雄 呃 因為過年的時候我不在 那時候在隔離 大家都已經過完年 我就回到高雄 趕緊把我的紅包 給我的親戚補上 然後 也見到他們 非常開心 聊了天 之後 幫阿公也 過了生日 然後 就 回了台北 準備 開始我的 自己的一個小安排 呃 我開始 上課 唱歌課 然後 也健身 因為 當初 有給自己 設一個小 小flake 要增重到72 但是很可惜 沒有辦法增重這麼多 但是我也增了3到4公斤 非常的滿意開心 對 然後呢 呃 也就是時候 該 該工作了 於是我們就 來 這次的隔離 對吧 然後 呃 隔離後 準備 開始旅行一些工作 也要籌備 新的第二張專輯的部分 嗯 還有 許多的工作 要完成 也 非常期待 跟大家的 見面 欸 音樂播完了 其實 也聊得差不多了 啊 既然音樂都播了 要不要 啊 聽我唱歌 明天 放福利